文章来源VOA 中国政府星期六10月12日表示 将发行特别债券来帮助其陷入困境的经济 并已筹集2.3万亿元人民币约3,250亿美元资金 可在未来三个月内用于支撑房地产市场 缓解地方债务和知识银行 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和其他财政部官员 在备受期待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些措施 过去几周中国政府已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其中包括降息合向银行注入流动性 蓝福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中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2024年安排财政制自4.06万亿元人民币 夏同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 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 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用好2023年增发国债资金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8.55万亿元 蓝福安表示 北京正在加快使用增发国债 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发行使用 他补充到今后三个月 各地共有2.3万亿元专项债券资金可安排使用 蓝福安说 北京还计划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金额 此外 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也将提高 以便他们能够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资金 并帮助保护就业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 此举将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 不过 分析师对北京没有给出进一步财政刺激措施的具体数字 表示失望 私募基金上海秋阳雨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黄炎表示 中国宣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力度弱于预期 没有时间表 没有金额 也没有关于如何使用这笔钱的细节 市场原本预计会有数万亿元的新刺激措施 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是这样的话 股市牛市可能会失去动力 穆迪分析经济学家林诗顺 Haren Ling说 北京可能仍在研究财政刺激措施的细节 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总裁 暨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表示 关键信息是 中国中央政府有能力发行更多债券并增加财政资资 并且中央政府计划发行更多债券 来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债务 抵押贷款帮助 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也加剧了其景气恶性循环 导致消费持续处于低位 中国决策者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包括降息和放松购房规定 但经济学家表示 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才能让其经济彻底摆脱低迷 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报道 在政府呼吁采取行动后 星期六早些时候 中国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 已陆续发布公告 将从10月25日起下调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进行批量调整 央视新闻报道称 除北京 上海 深圳等部分地区的二套房贷款的情形外 其他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利率 都将调整为比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低步 少于30个基点 LPR 30BP 布加银行明确表示 这些调整将由银行统一进行批量调整 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 央行上个月要求商业银行 在10月31日之前下调此类利率 北京上个月还大幅下调了金融机构 一年期贷款利息 降低了银行必须持有的储备现金量 并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中国央行本周通过向企业开放数百亿美元的流动性 来购买股票 从而加大了对证券市场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